一樣,一個一個飛起來的 所以這是系統內建的功能 你點了這個Button之後呢 就跳出這樣的Message 當然你可以裡面做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們建議是,你可以把一些系統常用的功能 就是特定的幾個,四個最多 常用功能放在這個地方 例如說像我們剛剛應用程式登錄的機制等等這些東西 放在這個下面選單的部分 使用者可以用Touch的方式很快地去存取得到 另外上面留意一下,你會發現整個WinFore 7的設計 iCon、iCon這些圖示之間都有些距離 因為要支援用手Tension 所以其實你實際上開發的時候 不要像我這樣把空間跌得很近 因為有些觸控的時候比較不靈敏 或者是感覺上不會很Smooth 那你把它放一點距離會比較好 那這個在我記得上午嘗試提到的 WinFore 7的UI設計 Guide裡面都會有介紹 OK